恩典三六五 十二月三十一号 祝福你 这一整年回过头来看 充满着感恩 我还是说 其实在一年当中 一定有高山也有低谷 一定有黑夜也有白昼 但是那是一个选择 你知道仇敌让我们常常 陷在一个仇云 陷在一个谷底 好像觉得永远没有盼望 那是个可怕的事情 但是你要不要回过头来看 从创世以来直到今天 哪一个黑夜之后 没有带来白昼 哪一个谷底 不会再往上走 每一个谷底 接下来就是开始往上走 每一个黑夜 最深的黑夜 接下来就开始黎明了 所以做一个选择 祝福你 经验神的恩典 够我们有 那么面对人生 其实这是不是一个 鸵鸟的心态呢 你知道鸵鸟很有意思 在非洲的那个大草原 鸵鸟跑得很快 可是它其实是很脆弱 它是只鸟 它其实是脆弱的 在非洲大草原上 有狮子 有老虎 有豹 有狼 这些东西 其实它们是打不过它们 它虽然跑得很快 可是豹也非常快 狮子老虎也非常快 你知道鸵鸟很有意思 当它们 发现后面的那个敌人 快要追上它的时候 它逃不掉的时候 它会做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它就停下来了 不跑了 然后呢 用爪子在地上 挖挖挖挖挖一个洞 你知道那个鸵鸟的那个爪子 很快挖一个洞 然后呢 把头埋进去 把头 然后那个爪子 把头埋起来 好像我看不到了 就没事了 哇 这是一个多奇怪的一个想法 我看不到了 就没事了嘛 其实 你就算把头埋得再生 狮子照样过来 老虎照样过来 这个狼照样过来 豹照样过来 但是 鸵鸟的习性就是 假装没事 那么我们做一个眼光的选择 是不是也是假装没事 只看白昼 它明明就有很多黑夜啊 只看山峰高峰的那个时候 明明就有很多谷底的时候啊 但是成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享受另外一个更深的恩典 不是假装没事 不是假装看不到黑夜 看不到谷底 承认那是事实 只是我不要让撒旦 让我一直定睛在那些软弱失败上面 我要相信 是的 人生有谷底 但是人生有盼望 因为每一个谷底会带出另外一个山峰 人生有黑夜 那是事实 我承认 但是我不要陷在那个黑夜里 因为我相信 每一个黑夜之后就会有白昼 最深的黑夜带来的是什么 就是黎明啊 求主帮助我们 不让撒旦把我们陷在愁云残雾之中 那么真正在那个困难的谷底的时候怎么办 上帝给我们另外一个恩典 我好喜欢那一段经文 读给你听 在生命记里面说 你的日子如何 力量也必如何 你的日子如何 力量也必如何 不是永远一帆风顺 不是从此平步青云 不是永远无风无浪 都会有这些的 然而神的应许是说 不管今天是什么样的日子 是晴天也好 雨天也好 台风天也好 日子如何 力量如何 那个意思是说 上帝给你足够的力量 去面对今天这一天当中 你所发生的每一件事 是的 不是永远风平浪静 但是即使在最深的生命风暴里面 他的恩典够你用 他的力量够你用 这是更大的祝福啊 我们还是说 成为一个基督徒 如果我们的平安永远是无事 平安无事 平安无事 没有出事才平安 那么基督徒我们必须承认 人活在世上永远没有平安 因为今天没有出事 不知道明天主出事 现在没有出事 不知道等一下会不会出事 工作没有出事 不知道健康会不会出事 婚姻没有出事 不知道开车会不会出事 人永远活在惧怕里面 但是谢谢主 主给我们的平安不是无事 而是即使日子里面有山有谷 主的恩典够有 日子如何 力量如何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谢谢你 我好喜欢这段经文 以至于我有一个很荣耀的盼望 我不担心今天是晴天还是雨天 我不担心现在走在高峰或者是低谷 因为不管在什么样的景况之下 你的恩典够我用 你的力量够我用 愿主啊我们回头看过去一整年 我们真的惊艳 日子如何 力量如何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谢谢主你这样恩待我们 奉主的名 主耶稣我们这样祷告 奉主的名求 阿们 祝福你 回头面对过去这一整年的时间 数算神的恩典 日子如何 力量 一定如何 上帝祝福你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